大家好,8月5日星期四 本來都想說說奧運兩宗被投訴事件 這麼巧,今早看到 要賺01的heading 全土爆香港女乒乓球運動員 奪團體銅牌 銅牌雖然不太好,好像還有 還有,已經有四個獎牌了 還有可能… 標本球好像還有一些,可能得到 但是單車、空手道都可能有獎牌 今年都很厲害 在香港這麼低迷的氣氛裡面 竟然我們靠運動員 帶回香港人的自信 你看到這麼多人 這段時間,五家產就走了 反而平日不政治 必須說運動員 你說運動完全不政治 因為他都是人 其實他是政治動物 其實他是政治動物 人是政治動物 因為牧家進也是 牧家進也是 老師來的 老師不涉政治 當然涉及政治 人是政治動物 不過這樣,你隨便不是明目張膽 有些避忌 或者你講政治 說得比較偉軟一些 或者比較grand 兩單事故其實都是grand 掛了一個毛章和交叉手 我都不太知道有什麼特別意義 首先講了土豹奪奪奧 這幾天才留意到 呂丹那些 有幾個好手 蘇維茵 最後贏了那個 好像贏了韓營 韓營叫做三十八歲 但是他是代表德國的 所以這個決賽好像是 中港對女 事實上也是 很明顯 這個韓營 加上另一個善曉男 都是中國人 大陸人 相對我們全土豹 更加有意思 樣子都像 你知道那兩個 德國那兩個就像北方人 我們香港那幾個小妹妹 就是典型的南方人 就是像香港人 還是土豹 那有沒有特別意義呢 沒有的 不要以為我又要 那當然啦 你為什麼 零一又說他是共媒 但是你共媒都要有人做的 那些就是香港人 大家要想想這些事情 所以不要那麼多 不要一個 都要再套下去 想要闊一些 我是贊成的 就算文匯大公 有時候在裏面做些 支持香港人 香港本土的事情 香港本土 香港is not China 是你自己承認的 對不對 共產黨你說的 不是我也說的 你開頭說了 然後又說 你為什麼這樣說 香港什麼 經常強調香港什麼 一國不強調兩國 一國 人不夠亂說的 那你為什麼不怪鄧小平 為什麼不罵江澤民 現在 你習近平 巴掌幣 要不然又回家 可能又反過來 那些 實要的 我看 你不強調香港的獨特性 你就沒有了香港的價值 為什麼香港隊 要跟德國對女 不是中國隊 為什麼還要做多一隊 特別別的 澳門本來都是 好像是他 我記得十年前研究過 他好像 一來奧運改制 他沒有及時報名 錯過了自己組隊的機會 香港保留了 那奧運自己有幾個獎牌 小小的 有金有銀有圖 是不是 那就不錯 但是 老實說 意義就是人賦予的 你要留意 就是我們賦予的意義 包括這個 我也要說一下 你看到一些東西 為什麼韓營善小賴 代表德國 因為移民了 為什麼讓他移民呢 反正中國太多人 這些東西就輸出一下 我贊成 我真的贊成 那 有什麼問題呢 沒有問題的 那 好了 反過來贏了中國 那些紅粉就哭打不殺 這些東西 多鯠魚 這些東西 我說運動員 他三十八歲 在中國一定 在香港都分分鐘沒有 因為你給年輕人逼一下 這樣 沒有機會的 那你德國人士 始終歐洲冠軍拍著 那個善曉拿 其實都贏到 那是他們最強組合 在他們來說運動是最強的組合 那你的運動員是普生土長的德國人 還是看名字 我沒有正式誤詳這些 但我假設 因為事實上以前都時時有 運動員移民去外國 又代表到外國 在自己地方就被打壓 很多時跟教練剛才沒有出場 但是反而移民就出場 是不是就不要營救 這些 沒有那麼多偉大的事 但是你知道 作為一個三十八歲的運動員 還有機會在那裡打拚 在一個牆上 都無憾 所以勝負 這個 我看他是精神 這個勝負 甚至應該欣賞到他 香港蘇家維明顯是贏在拳帕少壯 始終比較好處 鬥起上來的鬥志比老爺更好 老爺就贏在經驗、奸奸等 國有善長,你就欣賞一場比賽 最終誰贏誰輸,沒有事而恥 當然了,香港這麼低迷 這麼多人棄港而去的情況下 香港的運動員,就算是令到香港人 你沒有浪費到香港人給他們的錢、支持 以前我們小時候經常罵 香港運動員不行,罵了政府不贏 你又要明白,中國極權國家就沒得說 一向他們不計成本,越是極權越容易 不計成本就做些事 但是你說發達了國家,自由地方的國家 你只是把小孩困在體育學院每天都不行 都已經不行了,所以他一定是自由地展示出來 體育精神本來如是,是不是這樣說 發展過人的 只不過社會給你這個條件 我們要知道,比如香港運動員 我相信現在有體育學院,可能有獎金 有獎金就有這個,贏了還有大筆 不是一定是贏,因為你不一定贏的 但是最少你做運動員期間有獎學金 有方便的讀書,同時讀書運動 那你要遷就他,是不是這樣 所有成名了大學,厲害的大學 他是爭取這些運動員的,因為運動是一種精神 那你學校的形象也是,大學都是一盤生意 所以他們是肯給這個資金 到精英運動員來請教練幫他 所以美國是這樣,其實是商業化了 商業化了,他有他的運作形式 共產主義國家就全部不是的 就是當你國家的機器,不斷操 家裡都不能回復,這樣又推出一批 有你沒你,所以谷島出來就算他 他基本上是不會想那麼多東西的 所以到他贏了的時候,他反而沒有個人性格 一定是要多謝國家 我們看到,無謂的,我也喜歡運動的人 不一回事,運動是運動的意義 單單來說,個人來說,你強身健體 長命一點,都是一種值得你做的事 但是這些運動員半職業都可能不是長命的 這個大家要留意,因為吹谷過度 老了可能就有很多病 但是江榮,榮耀,還有這樣的經濟利益 在資本主義社會 現在香港其實是資本主義化了 包括砸心口,要拿那些人給錢 這樣給錢跟體育精神沒有關係的 不過每個人都說要付錢 你是呼籲社會才有條件說這些 好了,恭喜各位了 欣賞一場比賽,我覺得不是單是勝負的 當然也不要發酵他的政治理由 但是如果我們純粹是說體育精神 我仍然建議贏了選手,考慮移民 因為你可能在其他地方更能發揮你個人 香港越來越不行了,這些氣候 當然,如果他們愛香港,好像我那樣 很不妥,我贊成人移民,自己不移民 都可以的,是不是 香港,It's not China 我們不需要何穆家俊 總是要一個聲音,要愛國的聲音 買紅粉,你的思維這麼窄 做人有什麼意思呢 一定要愛國家才行 愛自己不行的 運動員應該愛自己的,我覺得 是不是這樣說 我們欣賞了好的運動比賽 也要讚賞各方面 當然要高興 我們土豹,這個又要 本土豹就是富裕的政治儀 但是一時三刻,沒什麼所謂 要讚一讚01,整個這樣的heading 據說是共媒 這些是打著紅旗反紅旗 是不是這樣理解 好了,另一個非常政治化的東西 我就有些莫名其妙的 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中國兩個運動員 那個是神經病 好,單車團體決賽的頒獎禮 中天拿童爆山谷 日前 外套構想中國已告領導人毛澤東監章 違反奧南兄將第五十條 不得出政治表態的規定 國際奧委會就說 中國奧委會很快就提交報告 基本上當然是解釋一下 然後就說保證和類似事件不會發生 即是認衰的 我覺得有點塵 要不承認我 不覺得應該承認 不過你承認了當然了 大家反共的人多 我視頻當然是 雖然是雖然是雖然 中國的一個大媽 整個男人的一個大媽 零計啦 零計啦 這是另一個話題 這麼多男人參賽 中國真的 人已經多了 找男人上陣 不是很公道的 但是好啦 只是疑似男士而已 這樣才對 政治正確 不過美國奧委會會認為 它是尊重其他運動員的情況下 和平表達對種族和社會平等的支持 即是這個手勢 這個手勢 沒有違規 如果他整個這樣 這樣 整個這樣 正喔 嘩 你為什麼不 宣傳啊 還有機會 奧運都還沒完 中國是不敢的 香港更加不敢 香港不會 香港不敢 不過如果其他國家運動員 整個五大數 就決一波 我們就疼他 疼他 那不對 根據奧委會那個 你說對不對 人就是政治動物 運動員就不是政治動物 都是 我覺得不是很好 我覺得 是 就 因為 一向都有這些問題 一向都有這些問題 就是 美國的黑人運動員 贏了之後 就戴個黑手套 舉起拳頭 諸如此類 以前也試過 然後又罵他 這樣 他就說 絕對不敢要 如果你去到這個 level 就真的沒有什麼好介意 我政治 我是要說我政治才行 表達自由 都是人性的一種 他可能心裏面 是有些很想表達的東西 他覺得自己有這個責任 去表達這些東西 所以他為弱勢 支持 他解釋才知道 我都不明白這個手勢 我真的不知道 我沒聽過 你有沒有聽過 孤立廣民 不好意思 那又如何呢 但是我反而欣賞美國奧委會 會支持他 那又怎樣 因為那個 這個是不是一個政治信號 其實是的 奧運五十條 不得了政治表態的規定 即是阿蘇士一些政治的東西都不對 這樣行不行 這樣也可能是 那是否這麼詳細呢 這樣 如果是不行的 就個個都不行 這樣 那應該不行的 所以中國呢 就急急 近乎道歉 提交報告解釋 然後就說 沒有再不會 即是叫 全部都不忍俊 扣毛澤東像 我說奇怪 如果他扣了一個 習近平像 在那裡堪空 習近平的照片 之如此類 是不是 那你怎麼呢 你夠不夠膽 你奧委會 夠不夠膽 就是 認衰 是不是 那 我反而覺得 如果 你扣這個 習近平像 一定要扣他 也都要逼他認衰 不認衰 所以不准參觀 才是最好 是不是 因為是政治意味太濃厚 好了 你怎麼無象呢 有些爭議 如果他說 我個人崇派毛澤東 這個不是政治 當然毛澤東就是一個政治人物 毛澤東是一種重要的 在政治學裡面 因為西方很多人相信 毛澤東 是值得研究 是一個很大的範疇 但是在學問上是一個 但是 死了很久了 二來其實毛澤東 也不是什麼有影響力的 現在來講 他也不是研究 我相信運動員 不是研究毛澤東 很多程度上 可能他當是一個 跟耶穌 因為大陸沒有無神論 要是他法輪功 還得了法輪功 沒有神信任的時候 唯有 那些人是有精神寄託的 你不要當他真是信毛澤東 或者他根本毛澤東 那些毛澤東思想是什麼 都可以是完全不知道的 因為大家都聽過 也是實實 很多時候 去到一些落後的地方 很多人拿著毛澤東的照片 那個章 那些的士好像掛了章 那為什麼掛了章 他當是一種保佑 那可能這兩個運動員 平日運動的時候 都靠看著毛章 不知為什麼他喜歡 信了這個阿伯這樣的人 覺得看著他就心安 覺得他保佑自己 那我幸運 是我的幸運星 那我就穿著他 他還不是在比賽中 他應不到比賽的 他已經是頒獎了 頒獎的衣服 扣了章 這樣就被人打 是不是 那是否雙重標準 那美國奧委會肯定 這個是政治姿態 不管你是幫誰 弱勢是指什麼 那都是一種很明顯的政治表態 那如果這樣說 那都沒什麼的 弱國無外交 現在可能開始認衰 是的 我贊成實事求是 你不夠人兇的 基本上你老公不夠人兇 現在被人欺負 即是被人踩 那就忍一下氣 其實遲早要忍氣 對香港也要忍一下氣 不要這麼囂張 是不是 遲早的 現實逼人 是不是 當你的國運開始走下去的時候 你要靠香港的人 香港的 It's not tired的特性 去救你的經濟的時候 你就要給一下面子 我樂觀 我對這件事 所以我不走了 我看著他 要求香港人回來 各位都不用這麼緊張 所以我吵架你們 是移民而已 我覺得有朝日 煲底商匯 這不是一件奇怪的事 既往不追究 全部歡迎回來 諸如此類 因為不是這樣 香港怎麼搞 變成一個大陸城市 那就玩完了 不是大家玩完了 老共玩完了 那些有錢人玩完了 我從來都不覺得我會玩完了 我少少資產 一層樓 是不是 有些退休金 可以了 退休了八 很多人 窮人其實沒所謂 你經濟大倒退 香港沒有 對窮人其實沒有影響 你不養他 你不給食物他 不行的 你沒有地方去住 起碼衣食住人有 全世界都進步了 中國都進步了 經濟上 經濟上 經濟條件上 香港很壞 都是好個人 所以沒有問題 窮人沒有問題 香港屋街窮人沒有問題 全部都是有錢人的問題 包括要不要移民 是不是有錢人才可以想 窮 交一條刷一條 移一條毛 移到英國做甚麼 還窮過香港 移來做甚麼 移到那裏有自由 有自由當飯吃嗎 沒有飯吃 哪裏都不自由 事實上是 所以窮人 老人 廢人 好像我們這樣 就不要移 留在那裏 嘟嘟鼻 繼續吊齊他 這樣就對了 但是 運動員都很容易 是不是 最後要吊咬木家俊 那你算怎樣 你扮愛國 扮到那麼厲害 吊咬這個 吳家偉 一條成名 本來是識條毛 識哪個穆家俊 現在是好事的 四兩半之間 搞到民建聯的人 因為他一打出外國牌 在國內得到紅粉 強力支持 你又知道 國內的紅粉 知道不知道 那件事是否細心研究 不知道 他們是這麼怪的 就是那些紅粉 那些愛國情主義 那你的穆家俊 他就是聰明在這裏 適當的利用 拿了人氣 竟然 挾人氣以令中央 哪個中央 起碼是民建的中央 挾民氣 挾持民氣 炮打司令部 好厲害 所以這個歌 有前途 如果你有前途 這個 你要出聲 你已經是專家了 這方面 是不是 奧運政治學的專家 那你當然要吊咬美國佬 不是 吊咬美國佬 就是一定的 是不是 那你要吊咬中國 為什麼要這樣搞 為什麼要認衰 我都認為 不是政治姿態 來的 我又問你 如果那個運動員 都看他 掛過十字架 吊咬你 掛什麼十字架 十字架代表什麼 耶穌 耶穌 誰都相信耶穌 如果他整個佛號 佛的符號 他都在那裡 我相信佛的 所以我要保佑 好吧 好吧 有你啦 沒理由 整個佛的符號 在衣服那裡 不行 我整個無章 可能就是佛 宗教符號 他未必是 我相信是 什麼鬼識 老老實實 年青一代 根本就是 這些政治的東西 既然不懂 社會資源什麼 資本資源什麼 他都亂糕了 大陸自己都亂糕了 總之你跟黨 跟國家 跟什麼 那國家什麼 就不再講毛主席 就是不可以宣傳一下 有的 但是那些人 也都不搞清楚 毛澤東想跟你現在 有什麼關係 沒有的 沒有的 你知不知道有什麼分別 現在走毛澤東路線 還是什麼路線 還是鄧小平路線 還是習近平路線 你不要亂講 你只能夠講習近平路線 現在全國就跟習近平 所以無章 沒有特別意義 純粹就是 本土宗教 就是拜皇大仙 拜關二哥 神化了他 神化可能是一種文化 一種平民 自己做的事情 其實跟政治真的沒有什麼關係 我認為是沒有什麼關係 這兩個 門妹可能就 平日運動的時候 就喜歡掛個毛章 有時候看著毛章 男男子要保佑我 保佑我 又順利 很多時候 表現更好 這個是合乎科學的 因為純粹是一種 心理的 counseling 你用什麼方法都 所有運動員 你知不知道 都有些古古怪怪的 古古怪怪的習慣 有人喜歡 操操操操 可能他這樣就行 在他來講 他有自己的一套 精神狀態 鼓勵精神狀態的東西 教個毛章 可能也是這樣 為什麼不敢解釋呢 我是這樣理解 我可能不錯 但是我覺得這樣才是最合理的 難道他是毛澤東主義者 毛澤東主義是什麼 你和我都不知道 我都知道 我都知道 一當我都不敢講 是什麼 毛家俊知不知道是什麼 不知道 很明顯 這個只不過是宗教崇拜 掛著無章 宗教崇拜 就是掛著十字架 掛著十字架 十字架就不行 很多人都不行 很多人喜歡掛一個鏈 整個十字架 十字架就行 掛無章就不行 那種族歧視 中國崛起 不行 那我啦 這些事情 我沒有特別強的見解 對於所有事情都 不過對於牧家俊 既然你做得奧運 體育政治的專家 你評論一下就好 敢不敢評論 你評論不是罵美國 我要求你 要求中國奧運 看看你敢不敢 看看你肯定敢不敢 看看你肯定敢不敢